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如果我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不想见我 我是想等学习班结束以后 再给你打电话 如果那时候你想见我 我就去看你 如果你仍然不想见我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你怎么知道我来程程学习了 是华为告诉你的吗 我来找你是为小涛的事 小涛什么事 对于小涛你有什么打算 小涛现在啊 在执行点表现得不错 这个我知道 我是说以后 对于小涛的未来你有什么考虑 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 发挥主干能动性 在劳动中锻炼自己 建立正确的人身观 在实践中逐渐地发展进步呗 我来这儿不是听你做报告的 我是要跟你讨论一下小涛的现实问题 这不就是现实问题吗 在执行点啊 不就是接受考验和锻炼的吗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 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 国家在发生着某些新的变化吗 你指的什么呢 国务院批准的 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 你是想让小涛上大学 你不想吗 那得看实际和可能啊 今年高校招生的原则就是 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 重视文化程度 然后再进行文化考察 小涛在学期上的天分和悟性 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 是 这我知道 但是依然要看推荐的情况 和名额的情况 况且今年局里没名额 就算是有名额的 小涛也不一定够条件的 小涛哪一条不够 小涛在执行点 了解得是不错 但是还不算突出 这林海就比他突出 你别忘了 林海比小涛低一年级 再加上我刚才跟你说的 今年高校招生的原则就是 重视文化程度 然后进行文化考察 所谓的文化考察 不就是开证考试吗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那就说明 小涛上大学的机会 比林海要更具有把握 这文化程度 不是唯一的条件 上大学文化程度 不是唯一的条件 那什么是唯一的条件 重在政治表现呢 小涛是反动派 台刚啊 他是黑五类 叶叔也不像话了 如果你没被解放 小涛可能还被称作是狗崽子 现在如今你已经解放了 他怎么说也应该算是 革命干部子弟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吧 我想说的是 小涛的政治条件合格 文化上又优秀 如果他有上大学的机会 你不会反对吧 哪有当父亲的不希望儿子进步的 那这么说你是不会反对的 我说蓝局啊 你怎么总把我当你的对立面呢 你已经做过对不起我父亲的事 我不希望你再做对不起我儿子的事 我怎么对不起儿子了 你认真地为我儿子考虑过吗 别总是我儿子我儿子 谁的儿子 儿子不是谁的私有财产 是属于国家的 是国家的财富 老子强 你说这种话简直鱼不可及 所以你怎么说 我问你 如果他有上大学的机会 你不会横家干涉吧 我跟你说了 局里没名额 如果有呢 那得看他有没有条件 你能不能被推荐上 如果被推荐上了呢 如果小涛具备一切条件 我当然没意见了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您好 请过去大理林业局 喂 老李啊 你辛苦了啊 为人民服务 家里怎么样啊 认真观测王铁人 1205钻井队的原则 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 我问了总局了 听说今年呢 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已经分到局里了 是啊 是有这件事 这个局里是怎么考虑的 按原则办呗 给知情 分到哪个知情点呢 我说王局长啊 这件事咱们当领导的 就别这么具体了 我已经交给知情办去办了 王李啊 在家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啊 这事呢 政策性强 牵扯门广 一定要坚持原则 一定坚持 你放心吧 要坚持集体领导 千万不能搞一言堂 我没搞一言堂啊 我说局长大人 你这样说可不好吧 你打工作交给我了 你说过呀 是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你呢 现在在外面学习 总是打电话遥控指挥 所谓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你说你这个做法 算不算一言堂啊 我说的是你 你放心吧 我呀 一定好好的把工作做好 等你啊 学习回来以后 我再认真地向你汇报 行不行啊 我问你呢 见脑没人举动吗 跟你说局里上的 局里的事你就放心吧 你说 见不见梅兰局 我说你们总是打岔啊 谁打岔了 局长大人 你要是不去见梅兰局 你到哈尔滨学习个什么筋子你 说说 我说你没正行 还有别的事吗 这就是最大的事啊 说说梅兰局 行 我挂了啊 嘿 小样 我还耍不了你 进来 宋哥 你说咋办呢 啥咋办 还不是往里逃的事吗 这推举大会在知情谈 马上就要召开了 我让你们在底下摸摸底摸得怎么样 有谱没谱 不太好 你们是怎么做的工作 该做的工作都做了 那怎么还成这样了 可我还不是在林海那吗 林海这小子怎么了 请向于推荐他的小青年太多了 你们就跟那些小青年说 李林海 不符合标准 不能推进 这小子都干事了 我还告诉他们 李林海是第二招 他要走的话 对第二招的拢作不利 你这么说呀 力度不够 你们应该说 李林海 政治上不成熟 不服从领导 这么说不太符合史事吧 怎么不符合史事 他从来没有不服从领导啊 我问问你 我是领导吗 你不是谁是啊 他不服从我 是不是就不服从领导吗 哎 反正这样做的话 太委屈他了 需要我的时候 我出面跟你作证 这么作证 你说 那咋的意思 既然你还去挤灵人啊 在这个时候 你得站出来 挡面 把事给他调命了 行 你去 把杂交到你办公室去 我在办公室跟他谈 好 那我去了 李黑啊 难受 来坐 我去打个水 我去打个水 你先坐啊 说吧 我去吧 这个 这个经过这个上级这个批准 嗯 我们这点呢 就有一个名额 就是说只能选一个人 那我们今天呢 大家就会就正式举举手 那正式开始 来吧 好 那我先说两句 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高考和往年不同 特别注重文化程度 和开卷考试 如果我们推荐的人 在考试中失败落榜 不但会对不起 上级给我们点的这个名额 而且也会辜负全局 上万名职工的期望和嘱托 因此被推荐的 这个同学身上 责任是很大的 我想我们应该要确保 这次考试的成功率 我们点上有一位男同学 他的身体素质比较弱 这就意味着 同样的劳作 他要付出的艰辛程度 要比我们多很多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一点 落在我们任何一个同学后面 而且 在文化课上 他一直是很优秀的 因此 我认为这次最合适的人选 应该是王林涛同学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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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同意 同意 同意 我同意 我同意 同意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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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小城了 赶快查票 我反对 我认为应该搞 背对背 无尽名投票 这样才能反映 大家的真实意见 陈琳娜 举手表决和吴敬明投票 只是形势不同而已 既然大家对举手表决没有意见 有必要换一种方式吗 怎么没必要 你是典长 谁不知道你跟王林涛好着 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你举手了 大家能不跟着举吗 你不就没有举手吗 我这是坚持原则 我对你们的选举有意见 我认为选举无效 你怎么这么多事呢 咋了 不信别人提意见呀 别人提意见有错呀 那得看是什么人提的意见 你什么意思 我是地赴反话 又要你不信我提 你有什么权利 剥夺别人的发言权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同意 王林涛上大学怎么了 我就是不同意 借其公报私仇的人提意见 怎么了 你说谁公报私仇呢 李海 陈aley娜 这是开会 你们俩超声声吗 行了 我看今天这个会议 就开到这儿吧 大家嫌散了吧 散了 走走走詠 走走 走走走 陈丽娜 你留下 我跟你说点事 你们大理人七声排外 搞阴谋耍手段 有什么好谈的没得谈 行了 别瞎了 赶紧睡吧 嗯 走了 走了 还臭美呢 家长 不好意思 这个 来 雷涛 趁热把脚泡泡 不泡了 太累了 累啥 你泡泡解解乏嘛 那你泡泡 你不泡 信不信我淡你头上 哎 泡泡泡泡 我看见四分场那嘎头子 带了一伙人过来了 嘎头 机智凶凶的 手里还拿着家伙呢 天下 你也没有画去 我却在看四分场那儿 你连接着下来 我看流众 我会给它 我都不泡泡水 你已经没满泡水 你还没满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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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满水 我还没有满水 我还没有满水 快快快快快快 王立堂 我出来 王立堂 我出来 你是个男人吗 出来 装卫卫卫卫在做一场本事 有种 我出来 来 学学梦 跟我妈出来 跟我出来 王立堂 我出来 王立堂 我出来 你出来 你干什么呀 你别管 哥 你哥 市里面上叫号了 走 走 别吵 跟你们没关系 给我躺着睡觉 厉害 外 外面叫号了 咱让人打死你们能让人吓死 别吵了 听林海的 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你傻 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你们给我听着啊 都不能让王立堂出去 还有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任何人都不能出去 都给我老师呆在房间里 你救命令 我 我 你还出你了吗 你都不要 那 你给我拦住他 小心啊 你 找 云头 快出来 嘎头 都这么晚了 什么事这么急啊 我来找王灵涛算账 有什么事白天再说吗 有必要带这么多人吗 李灵海 我告诉你 今天跟你没关系 给我滚一边去 把王灵涛给我叫出来 嘎头 王灵涛是我点上的人 我是点长 怎么可能跟我没关系呢 有什么话好好说 李灵海 你想算一个是吧 宠能 好 那闻打还是武打 不是 我既不想闻打 也不想武打 我只想 别打起来了 别打了 打手 别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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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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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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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嘎头 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情 是我跟你的私人暗怨 跟别人没有关系 尤其跟王林涛没有关系 你听我的 我就当你是条汉子 我们还可以是哥们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灭了你 小山子 送他们去医院 来来来 快快快来来 厉害哥 厉害 厉害 厉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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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f 妈 妈出事儿了 这大清早了 急撒 tendon 老四的干啥呀 出事儿了 出啥事儿了 林海跟人打架受伤了 现在再去医院呢 啥 咋样了 病人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老外叔 我想麻烦您 看看林涛在不在外面 如果他在的话 能不能叫他进来 那可不行啊 领导会有话吧 除了带队干部 谁也不想进 特别是当事人更不能进 怕你们撑够 我说豆子哥 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呢 我都这么惨了 你还落井下石 那我也得按规矩办事 要不然我守着干啥呀 你不答应我 我可去找大娘告上去啊 老外叔 好 别管 我这头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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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叔 你了我没了 别别别别 我别别别别 林涛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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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叔 干什么玩意啊 不是 那个 这正回事 那个领导让我找他 核实一些情况 你看 这孩子老是八角的 你让进去吧 好 那那你敢 好 好 你进去吧 来来来 嘎头 你老实交代 为啥到二分场闹事去 我就是看李林海不顺眼 你胡说八道 你看李林海不顺眼 你喊王林涛干什么 你就是从王林涛去的 王林涛跟李林海 本来就是一伙的 李林海是头 这实际上 我就是跟李林海有仇 你跟李林海有啥仇 谁让他老妖 他老妖的决定不扭我的 嘴巴干净的啊 嘎头 有人揭发 是二分场的一个女生 勾你们过去的 是不是 那是扯淡的事 你嘴巴放干净点 扯 你 说说吧 到底咋回事 不是说了吗 我就是跟李林海有仇 我看他不顺眼 怎么样 没事 老 老外叔 豆子哥 你们俩要不要避一避 不干啥林海 你想害我啊 我就是不想害你 所以才让你避一避 现在林涛在这儿 你是报告还是不报告 不报告你是违反原则 这报告了 你可对不起我们兄弟啊 出不出去你自己看着办 好好好 我出去 不过我可以跟你们说好了啊 不许串供 串什么供 我就是让林涛回点儿里 给我拿点东西的 林涛 你赶紧回青年点儿 告诉陈丽娜 无论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让她承认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为什么呀 她不承认我还得行 你先发她呢 你糊涂啊 陈丽娜不搅合进来 那就是我和港头的私人医院 我们俩打架 如果她搅进来 那就是合谋作案 性质就变了 活该 她就应该受到惩罚 这件事因为谁而起 你不知道啊 你怕大家不知道 你和梁思雪的事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你这大学还上不上 那 小海她爸 如果她妈知道不知道啊 还不知道呢 那就先别跟她说 咱俩弄清楚再说啊 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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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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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小心 师傅 大娘 孩儿啊 孩儿啊 咋样啊 我没事了 挺好的 还没事呢 你看 这头都给打坏了 疼不疼啊 不疼 已经好了 跟大娘说 谁把你给打成这样的 都 都过去了 师傅 什么呀 谁把他打成这样的 刘老外 你干啥的 吃干饭的是不是啊 就眼看着人家 把孩子打成这样啊 我那 我 我我我 我啥呀我呀 那小孩子不明白事 我看你也不明白事 还老工人代表呢你 不是 你看我这腿脚 你看我不能天天 总跟进跟着他们呀 怎么就不能跟着呀 大娘 大娘 真的不怪老外叔 孩儿啊 你别着急啊 你好好养病 这口气大娘肯定给你出 我还烦了他呢 白把我孩子给打进住院了 我找他们去 不用了 大娘 怎么不用啊 你好好养病 我去找那安所长去 师傅 不用了 大娘 师傅 大娘 好好养病 妈 师傅 你别急啊 好养病啊 快点儿吧 吃完饭还得上班呢 老子 老子来了来了 你看看啊 我今天买的什么了 我今天刚刚在集市上买的 新鲜的葱 你最爱吃的 松子 出事了 出事了 可不是吗 咱们家小孩 让人给打坏了 打坏了 怎么回事啊 嫂子 张组长 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按着李林海和嘎头的说法 就是典型的打架斗 互相拔嚎 可要是按着 在场小青年的旁证呢 是陈丽娜勾引嘎头到点上兴胸 要是那样的话 李林海就属于正当防卫了 那你们拍嘴是什么意见呢 我们听保一科的 不管是什么问题 定性得需要证据嘛 可李林海和嘎头都不承认 陈丽娜参与了 陈丽娜我们找他本人也谈了 他也不承认 这三个当事人都不承认 那庞正只能作为一种推测 要是按照李林海和嘎头的说法 那得怎么处理呢 那双方都得治安拘留 林海不能拘啊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 张科长 李林海你不拘 那嘎头就不能拘啊 拘了那就犯毛病了 要不这事你跟李局长说说 李松 你干嘛去啊 干嘛去 我在局里当领导 儿子在外边打架斗殴 这像话嘛 我让派出所把他给我抓起来 李松 你冷静点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还不清楚啊 你 嫂子 你说 有他这样当父亲的吗 别生气了 我去追他 老张 我是李苏 到我办公室来趟 嫂子 你咋来了 你咋跑那么快呀 咋捏也没捏上 咋了 我看看你咋办呗 我能咋办呗 公事公办 一碗水端平 松子 我可告诉你啊 那咱们家小海可是正当防卫啊 啥正当防卫啊 狗咬狗 一嘴猫 你看你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呢 你就要处理啊 你咋处理啊 抓呗 抓呗 嫂子 我是领导 领导的儿子大家不抓 以后我说的话还有人会听啊 你看你 还一口一个我是领导我是领导 你就想你自己啊 不想想你儿子 那么自私呢 嫂子 我这叫自私啊 我这叫大公无私 嫂子 你可行啊 别在我面前挑好听的说了啊 我还不了解你啊 就是因为儿子犯错误了 打架了 你这个当领导的爹 这脸上挂不住了 嫂子你说啥呢 算了算了 嫂子 你啊 把你招待所那样事 弄明白就行了 别瞎穿我这事 你不懂 我啥不懂啊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懂 我说是这件事你不懂 哪件事我不懂啊 谁远谁近我不懂啊 还是谁对谁错我不懂 我这些都搞不清楚我二傻子呀 你就这么看我呀 我不是这意思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啥意思 你就是没瞧得起我 你李松一辈子也没瞧得起我 嫂子 你说啥呢 我说啥 反正这孩子你不能给他 警长啊 我问你 这李绿海打架的事你知道不 知道 那个派小所的安所长 刚才跟我说了 给我拘了 不能拘 你 区长你看 区长你看 区长你看这 这什么呀这 打人犯法 谁打人也不行 在咱们林局 就必须摔着这个歪风嫌弃 我说区长 你还没能明白 那谁对谁错 青红皂白呢 我咋没能明白青红皂白啊 我自己的儿子我还不了解 区长 刚才安所长跟我说了 那个他们这架打得好像有点蹊蹊蹊 啥蹊蹊蹊不蹊蹊的 我告诉你 我不是水湖里的高球 他李绿海也别想做高个崖子 知道不 抓 抓什么抓呀 那是你儿子说抓就抓呀 你怎么当爹的 有你这样的吗 嫂子 这全局一半多职工都看着我呢 啊 我不抓成吗 抓 必须抓 听见没有啊 抓 抓了吧 局长 你看这 这什么证 这这咋办呢 啥咋办呀 那还都伤着呢 那咋办也得让个伤好了再说呀 伤好了就抓 行 抓 那我走了局长 走吧 我只是想让他们教训教训王立涛 我没想到他们会打你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对我 对不起 我我只是想让他们教训教训王立涛 我没想到他们会打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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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让嘎头 嘎头去教训教训你 可是我真没想过会打架 我没想到会把你打成这样 对不起 我看你了 林海 让我跟你说 就是那天闹出大天来 你也不能承认噶头是你找来的 如果你承认了 噶头就死定了 再有你们这叫预谋作案 最佳一等 信不信有你 我话说完了 王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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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没对不起我 你对不起林涛 这 Onu 咋的啦 这五今半夜的 邓的大仪你们想ırml 没心没肺的 谁没心没肺 你居然还能睡得着觉 半个月的事 一眨眠都过去了 你说得轻巧 可这污点 会跟着孩子一辈子的 人家一辈子呀 谁会平平坦坦地走过来呀 都得碰见勾勾卡卡的 我就没有 还没有 当夫 咖叫肩板上立腔 是怎么挨的 李松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 这不是事实啊 李松 给我起来起来起来 干吗呀 你说什么呢你 行行行 我起来 明白 明白 你这心里啊牵挂着儿子 这儿子是你的也是我的呀 你说我这心里能不惦记这儿吧 儿子受伤到现在 你去过一次医院吗 我去医院有用吗 我去看的是他长一块肉啊 还是我不看他再掉一块肉啊 你为什么是这样做父亲的啊 谁生下来的 都不是父亲 这父亲啊 得一边当一边学 你说我咋办呢 我怎么办呢 李松 我告诉你啊 你得关心儿子的成长 帮助他进一步 我帮助他了 你那叫帮啊 你小时候举手就打 长大了你就知道跟他瞪眼睛 你跟他好好地 说过一次道理吗 你让他感受过 一次父爱吗 我是恨铁不成杠 儿子现在长大了 他有自己的理想 也有他自己独立的人格 和完整的个性 我们应当尊重他 引导他 在思想上启发他 引导他 在生活上 我们得关心他 爱护他 在政治上 我们应该帮助他 鼓励他 这样才能让儿子 不断地进步 可你呢 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做了什么 有你了 江江有我了 我能替代你吗 子不将父之国 他缺的是父爱 他不要啊 他怎么不要了 他听你了不听我的 你也不找找原因 找了 因为你惯了 我不惯了他 李松 亏你还能说得出口 好 今天就说 打架这件事 他为什么打架 打架的经过 你都了解过吗 你知不知道 他宁愿自己受罚 也不让别人受到牵连 这其中的真实原因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想过因此 将会给林海带来的影响吗 想过他在金质上 将会遭受如何的打击吗 他现在是青年典的典长 他以此当不成怎么办 他一决不正了怎么办 这些你都想过了没有 你不打 他就不倒 凡事凡事弄的东西 你不打 他就不倒 扫子不倒 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扫子不倒 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来 翻下一 凡事错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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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 李大海 到了 说得一下 哦 你们接着行 是 来来来 跟我读 凡事错误的思想 凡事错误的思想 怎么样 看得出吧 没事 豆子哥 你这带我去哪儿 所长办公室 干嘛 你爸来看你来了 我爸来了 我可不去 咋的了 我爸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肯定会骂我的 骂你就收拾点呗 别呀 豆子哥 你跟他说我正学习呢 没空 李大海 你搞清楚了 这是派出所不是你青年典 你说不去就不去 走走走 帮帮忙嘛 走 走 所长 来 进来 李天海的到 毕举 我看你一辆好好聊聊 坐 坐呀 好小子呀 打得好 干得好 是我儿子 怎么 怕丢人呐 哪个小子年轻的时候不打几家 不打架还是老爷们吗 打得应好 打不赢也不寒碜呢 好虎还架不清狼呢 是吧 但是打人不能下黑手啊 他们是阶级人哪 是日本鬼子呀 扇扇耳瓜子 撕不撕不就行了 我听说 你把人打头打得多鼓劣了 是他先用木棒打我的 你告诉我 啥时候学会打架的 我没见你练过拳脚啊 这不是您说的吗 我说啥了 打架没什么技巧 就是要胆子大呗 这万一要打不过了 就 就是妈 就爱别人打呗 你小子呀 他们的胆子不长毛啊你 我这本身学到挺快呀 啥时候学的你 爸 我给你跟妈丢脸了 丢啥脸 爸知道 你是带人寿过的 行了 在这儿再几天吧 过两天你就出来了 可我就是怕 我妈的心里难受 啥难受 啥不是人寿的呀 你放心 你往哪儿有我们啊 嗯 我儿子啊 有了这事 你一个点掌 恐怕就干不成了 干不成就不干呗 对 不干就不干呗 用一个点掌的无纱帽 换一个大学的名额 值 爸 您真的不怪我 不怪你 你王叔 以前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是谁说了那个 好像是个英国人 他说 一切可以为国做出牺牲的人 都是伟大的 儿子 儿子 爸真没有想到 你一不留神 给你老爸我伟大了一把 这个 这是你大娘 从前 我上山的时候给我的 我给拿来了 一会儿 扑上 小心晚上睡觉 招了凉 哭啥呀 有啥可哭的 男子汉大丈夫 你儿子 跟他着 亲爱的 自己人 你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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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 你娘 我娘 你娘 你娘 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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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 我娘 你先吃 我去派人所去接儿子去 接什么接 又不缺额不缺腿 他受了那么大委屈 我能不去吗 走走走 怎么了 你听我说 男人就要受得了委屈 好男人呢 就要受得了好委屈 你看 你是一个人 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属 到那个地方接儿子 知道呢 说你是心疼儿子 不知道呢 还以为你对判罚不满 公开示威呢 我告诉你 通过这件事 咱们儿子一定会成熟起来的 来来来 吃饭 我吃不下 吃吧 大眼儿 待会儿我把这些碗筷 往锅里放 我可不刷了 等中午回来的时候 我再弄啊 你一会儿还走啊你啊 可不是吗 没事啊 你就给我这待一会儿 你陪我唠会儿喝 你说你要陪我唠喝吧 我这 啥病都好了 小海啊 今天从派出所出来 我把他接回来 你让别人去呗 你陪我唠会儿喝 唠啥呀唠唠的 我得接孩子去 你陪我唠会儿喝吧 我就再难受 他也能挺过来 就样跟你在一起 来 你给我粥下来 来 快点 咋粥啊 你给我粥去坐一会儿 我要 你要干啥 我老躺着不得劲 快快点 请 请点 那我先去了 但接安他再说 再待一会儿 干啥呀 待待一下会儿 还待多大一会儿啊 一下会儿 快点 李厉海 来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站住 把行李给我 你还是不肯圆 我 a 我 正是 我这一天躺 就很难受 大烟 我把这夜壶给你放置了 待会儿你要方便的时候吧 大烟 你咋站到这儿的 我现在躺累点了 我现在站起来松开松开 真站起来了 我现在躺累点了 是吗 你走两步我看看 走两步 走两步 还能走嘞 你看 你个寒大眼 你寒大眼啊你 你骗我是不是 是不是早就好了 我怕你不来 骗我干啥呀 你真好了咋的 好了 你看 走两步 再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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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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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这儿了 大眼啊 你可真好了 好 好了你也得来看我来了 你快快快 再走 你再再走 这可真好 快 我说你别哭了行不行 我不是对不起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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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车窟了话 翻过来覆过去的 你不烦啊 我不就这么找你讨厌啊 我不是讨厌 我是说 再哭都成哭被惊了 反而被听见久了 点上人去哪了 都上工去了 王林涛也上工了吗 他去医乘考试去了 他是今天考试啊 嗯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大橙子和小杉子 陪他一块去的 好 好 怎么样 你好 林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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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啥叫还行呢 都打上来了呗 我就知道你行 走 咱们喝酒去 不去了 我得赶最后一趟车回大梁 又不用你掏钱 我请客 林涵今天到日子了 该出来了 我得赶回去看看他 对对对对 走 咱们叫上大城的带上酒 咱们回去喝去 走走走走 走 走 I'm going to walk around 走 ria 回来了 来来来 告诉我考得怎么样 你怎么跟他 我问你考得怎么样 没问题 太好了 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厉害 我们从一春 带回来一些脚骨 还有酒呢 对 还有菜呢 韭菜都有了 那还等什么 庆祝去啊 好 来来来 快来来 来来来 快来来 酒 酒 酒 来来来 告诉你 好 好了 好了 厉害 你小子可是真有眼光 当时愣是推荐林涛去考大学 他还真给咱争光了 你说是不是 林涛 不敬领海一杯啊 好 对不对 这就不对了 我们应该敬林涛 知道吗 不是我眼光好 是因为林涛够优秀 他给咱们点争光了 我们应该敬我们点 第一位大学生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干了啊 来 干了 来来 干了 别话 没事 证据 我 对 你 你还没吃晚饭呢 你还没吃晚饭呢 我还没吃晚饭 你还没吃晚饭呢 你吃过了 我吃过了 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了 你怎么给倒了 你一口没事情倒了才干嘛 别 别 别 你干什么嘛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找我有什么事说吧 你这样让我怎么说呀 你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你这不是赌气呢吗 菜招你惹你了 你 你拿菜撒什么气 你说你今天要回来的 我没说要回来吃饭呢 行 算我自作多情 你说要回来吃饭 我可以陪你吃 但是你不至于把菜倒了浪费吗 就当作为白眼狼了 我 还要回来 你说要回来吃饭呢 你自己吃饭呢 你去吃饭呢 五好 你吃饭啦 你吃饭啦 还有两斤白糖 给小涛和令海 等一下 小涛上学的事 现在返交与路线出现回潮 小涛也必须到城里来上学 你是当父亲的 必须尽到当父亲的责任 爸 回来了 你不老老实实的在底儿里待着 怎么跑回来了 回来收拾点东西 收什么东西 带到哈尔滨用的 带哈尔滨用的 哈尔滨用什么 我要去哈尔滨上大学了 什么 你要去哈尔滨上大学 谁让你去的 局里不是给了我们点一个名额吗 那点里推举我去的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上大学 我知道不就完了吗 林涛 你要跟我说清楚 怎么回事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总局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就给了我们局了 我们局给了我们青年点了 青年点推举我去的 就这么回事 这东西先进收拾 这事我得先问清楚 不 这有什么不清楚的 爸 您看 这是介绍信和录取通知书 我也参加考试了 试也考完了 您还要问什么呀 这事不正常啊 又哪儿不正常啊 这事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我一点不知道 就是不正常 因为我是第一把手 一把手怎么了 一把手就得什么都知道啊 再说您在省里出差 那家里那么多事 您哪能都知道啊 上级分布给大理民业局 一个上大学的指标 这对于全局 对于全局的革命干部 和志工来说 那是比金豆子 还有金贵的东西 对此啊 各委会有个严格规定 推荐谁不推荐谁 要经过各委会的统一讨论 形成统一意见以后 一二把手 亲自签字才能生效 这事我不知道 那正常吗 一点都不正常 爸 您要干什么呀 您是不是想说 要在我的推荐信上 补充签字啊 我要搞清楚 这事来龙去脉 如果我要知道了 谁从中舞弊 我不仅要取消你 上大学的资格 我还要建议各委会处分他 您爱处分谁就处分谁 这我管不着 但是谁也阻止不了我上大学 你是王子强的儿子 我不能违反原则 我这个大学也就是不能上 对 我是您儿子 但您别忘了我还有个妈 上不上大学 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 这事你跟你妈说了 还喝呀 你还没完没了啊 今天高兴啊 你每天都高兴 哎呀 不能这么说 这几年 哪天不是发愁啊 哎 嗯 你就喝吧 你喝死了算 我才不死呢 一天两顿酒 活到九十九 哎呦 王局长开选了 哎 宝贝 王局长来了 哦 快快快 王局长 哎呀 哎 这是梅兰菊带给你的 是吗 哎呦还挺沉 快坐快坐快坐 我正愁啊 没有人陪我喝酒呢 李松啊 我来可不是为了喝酒的 我来 为你件事 啥事啊 千事万事 吃饭 是头等大事 千好万好 老哥俩喝酒最好 坐吧 去 拿一个酒杯来 快 王局长 你来得正好 帖友帮我劝劝他 我不是禁止他喝酒 我是想让他少喝 要有节制 要有度 在你们来之前啊 你看看 他已经两壶六十度的酒 下肚了 哎 王局长 你要是口而止啊 哎呀 他说的啥呀 不会算数 说什么呢 我给你算算啊 这一瓶老白盖 是一斤 一斤是六十度 一两呢 是六度 这一壶酒啊 是二两 我喝了两壶 四六二十四 二十四度 你怎么算呢 说我喝了两个六十度 那是一百二十度 这哪喝哪的 会不会算呢 王局长 你说说他是喝多了 还喝少了 哎呀 半斤酒刷刷牙 七两八两不算啥 一斤酒束束口 大江南北无对手 我说啊 王局长 你还记住 那年 在我嫂子三农客栈 哎 就是我要给你当兵 那头天晚上 咱俩喝了多少 三斤五斤吧 没咋地呀 现在不行了 倒碎住了 来 拘捷了 来 干啥呀 我来 需要跟你说个正事 啥正事啊 这些年 咱们正事干得还少啊 天天让这些所谓的正事 馋得是焦头烂割 晕头转向 你现在还能记住 哪件正事是你干的 哪件不是你干的 根本就记不住 我瞎扯呀 一张报纸一杯茶 糊涂糊涂过冬夏 来 快快快 我问你啊 王林涛要上哈尔滨医院的事 你知道吗 啥 你知道吗 华卫 王院长说啥呢 华卫同志 你们执教科清楚吗 我们执教 来来来 喝酒喝酒 不清楚就好 明天 我找执行办算账去 王局长 这件事情 我知道 来来来 李总 说说呗 说啥呀 王林涛啊 王林涛咋子了 上大学 上啥大学 你说话呀 我说话呢 我问你 王林涛上大学 上就上吧 他上能咋地呀 你别给我含糊其词啊 我 不是就上大学吧 上大学他还能咋地呢 我问你话呢 喝酒 喝酒 来来 来 华卫同志 你们执教科和执行办 负责人明天早上 到我办公室开会 王局长 你 你 你找人家执教科 和执行办干什么呀 我要向他们宣布 王林涛上大学名额作废 要按照上级的推荐原则 重新推荐一个 可以上大学的人选 你说啥 王局长 你怎么的 王局长 你这这这这这玩意 还没说完 你走怎么走 知道是你捣的鬼 我找啥鬼了 明知故问 行 把话说明白了吧 王林涛上大学怎么了 不应该呀 你要不在家 就一个名额 我说了还不算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算呗 我说了也不算 那谁算 是原则说了算 群众说了算 原则 原则是谁定的呀 是活人定的吧 活人定的 活人就可以改 我跟你说呀 权林业局就一个名 你说让我怎么办 如果选 好啊 选吧 咱们权林业局 一半多职工 选购格的 百十来个没问题吧 那你说选谁 如果真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 这权林业局 还不得乱了套啊 弄得人心惶惶 怎么抓革命冲锋散 影响了抓革命冲锋散 这责任是你负还是我负 你说 所以说呀 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这不是我说的 我说呀你啊 这强词多理 偷换概念 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我让你放这儿的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不是帮我 简直是害我 美的你 心的帮你 谁帮你啊 你以为 你以后当了一把手 我就给你拍臭马屁一样 门也没有 我告诉你我帮谁 我帮梅兰菊 我帮孙二爷 你别给我瞎扯 什么叫瞎扯啊 汪子强 你听我说 你说人孙二爷 给你做一回老账上的 去不去 梅兰菊 当你一回媳妇去不去 你别太自私了 老替自己着想 你想过别人吗 你想过梅兰菊的 跟自己的儿子 长期分离的痛苦吗 你想过九泉之下的孙二爷 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 和外孙子 长期骨肉分离吗 够了 你就是说出龙教会 我也不允许 我往里头上大学 我宁肯挨他们妇女的骂 我愿意 但是我不能让党员形象 受到半点损害 行 算你是我自私 上去的人选 必须要严则的精神 重新推荐 我不允许失讯群众 得罪群众 谁也不行 你也不行 不允许 yelled 帮群众 不允许群众 我们在平常里面 我们在平常里面 你你不允许群众 你不允许群众 我赶紫 我能找到 你会 我智子 你会 你不允许对 是你 大三 不许啊 我说你不在自己办公室待着 你跑我这干嘛来 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 说 走 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啊 我问你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你老丈人 孙德财同志的忌日 二爷 大宋子来看你来吧 还有你的姑爷 王局长 我们俩呢 孝敬你一瓶酒 你就收下吧 你收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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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局长 今天 当着孙二爷的面 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你说吧 孙二爷这辈子 对你怎么样 孙二爷 这辈子 最相信的人就是你 是因为你 他才参加了革命参了军 可你 你 对孙二爷又如何呢 对不起老的就算了 再也不能对不起小的了 孙二爷这一辈子 只有 只有 梅兰菊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梅兰菊呢 也只有 王林涛 王林涛 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王林涛 是你王家的主 但也是 孙二爷的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 王林涛上大学的事 谁上大学 谁不上大学 不是我王子强说了算 而是组织说了算 原则说了算 群众说了算 群众评议已经平上了呀 你平什么 不让他上大学呀 这种掺了水分的群众评议 不算 你咋知道群众评议 是掺了水分的 李总 老同志 容易叫我来 就为说这事 那咱们谈话 可以到此为止 你要有别的事的话 公事可以去我办公室 私事可以去我家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你说吧 同意不同意吧 李总 你是老党员了啊 你应该知道 组织观念 组织原则 组织距离 你瞎我提这个啊 你答应不答应 说 我答应怎么样 我不答应怎么样 你要是答应 我替孙二爷谢你一声 你要是不答应 你要是不答应 你要是不答应我也没招 反正王正涛是你的儿子 不是我的儿子 行了 我还要很多工作 好 我走了 小汤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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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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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